每集一个小故事 欢迎收看旌旗议事1981第四季第一集 故事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约旦 这一天考古学家米勒常规的叮嘱当地雇佣的工人们进行挖掘工作 之后就来营地看看同事老王 坦白讲老王除了身体有些不舒服 主要情绪也不是很高 在这片沙漠的区域 老王跟米勒已经进行了好几年的挖掘 没有任何进展就算了 有时候约旦这边还要跟以色列有冲突 偶尔还摩擦两国打打仗 搞得挖掘工作还要暂停 哎呦米勒你不用管我了 多去外面看看工人有没有在工作吧 才走出来米勒就听到包工头招手喊着 快来看呀 上前蹲下来一看 米勒本能的让包工头翻译给工人们 这个石块下面可能有文物 必须缓慢的挖掘 不能暴力一定要慢呀 众人听着包工头的翻译 一起移开米勒要求的方向 打开石板下面一看 似乎有个很大的密道 把梯子延伸下来防止工人们偷看 米勒也很会来事 包工头呀 这些烟拿去给工人们翻一下吧 这个缝隙米勒就顺着梯子下来 点上蜡烛往密道 漆黑道前方寻找 才走几步 米勒就看到一个醒目的雕塑 拿蜡烛看了个大概 米勒也不是太懂这个雕塑的价值 于是就上来找老王看看 老王下来拿着灯一看 内心开心极了 这可是某某王朝传说的神 很值钱的 成功来的太突然了 米勒要不这样吧 我们俩合伙把这个雕塑运到以色列 我会找人到黑市卖掉 所得的钱我们俩平分 米勒听后 先是想了一下自己的原则 犹豫了一下 可是听到老王报的价钱 估计有几百万呢 人活一世不就图的是钱吗 米勒也就答应了 之后老王对照着地图 确定了约旦跟以色列 最近的边境路线 两人合力把雕塑 从地下密道运出来放到车上 再看了看天空 似乎有要下雨的迹象 那简单给雕塑包个布吧 果然米勒才进到车里 天空就下起了雨 让米勒下来 老王一定要自己开车 似乎对米勒也有些不信任 开车没有行驶多久 突然碰到前面一个警察 老王也不知道 是不是酒劲上来还是怎么了 直接想把对方撞死 好在米勒阻拦着 才把车停下来 警察接过老王递过来的文件 也是常规的询问 见撒谎说后面装的是设备 警察还是要看看 米勒打开车的空档 老王干脆背后偷袭 拿扳手把警察打晕了 米勒见状也有些懵逼了 老王你为什么要这么干呢 现在要怎么办呀 警察该不会死了吧 这就下着雨 我们赶紧叫人帮忙吧 说着推演着 米勒就要散火跑路了 老王拿枪朝米勒的方向 开了几枪也意思 赶紧上车吧 不然我要来真的了 很无奈米勒只能是继续搭火上路 之后开了几个小时 终于到达了边检 边检工作人员检查 老王又是拿枪要搞事 好在对方看了文件就放行了 才把车开了一段路 没想到进到边检里面 还有两个人员要检查才能放行 对方拿着枪看了文件 还是要检查后面到底是什么 行吧 老王米勒只能下来将计就计 把车上大量的雨水抖下来 老王上去一看脸都绿了 不是雕塑呢 怎么不见了 我就知道刚刚的边检人员 使坏给我偷走了 边怀疑着老王就往回跑 要找刚刚的边检人员要个说法 米勒也上前劝着 他们没有机会偷的呀 刚刚我们很快就把车开走了 倒在地上看着天空 老王也疯癫的大笑起来 因为老王想起来 那个王朝的雕塑是不能碰水的 大概率一路上雨水的冲刷 雕塑已经冲的没有了